接著要介紹地下水 先不要抄這些刺 先看我用圖說明 老天爺下雨下下來 滲到地下變成地下水 然後受重力往下掉掉掉掉 掉到了補透水層上不去 這樣子往上去裝 裝裝裝裝裝 如果把孔隙都裝滿了 我們稱之為保核帶 又叫做地下水底 上面是沒有裝滿的 叫做不保核帶 你如果要往下挖 你要挖到保核帶 你才會看到有水流出來 你才會說你挖到了地下水 所以保核帶叫做地下水底 最上面這個面就叫做地下水面 所以你要挖到 由水流到必須要挖到地下水面 必須要挖到保核帶 你才會有水流出來 你才會覺得你挖到水的 所以呢在左手邊我往下開擠 開完之後呢就有井水 你就發現原來井水的水面就是地下水的水面 地下水的水面 就要流過來 所以井水水面就是地下水面 再看右邊 河水也會跟地下水這邊互相滲透流來流去 所以右邊你看到 原來河水水面也是地下水的水面 所以重點 就剛才來在這裡跟你講的事情 我們地下水下去 浸浸浸到不垃水層 開始往上裝裝裝 裝滿了叫做所謂的保核帶 他叫做地下水體 地下水體 然後呢 這上面叫做地下水面 要如何才能夠挖得到井水 要挖到飽和彈 要挖到地下水面 所以人家如果畫一張圖問你說 要挖到哪邊才有水 要挖到飽和彈 要挖到地下水面 你才會有水流出來 你才會覺得你挖到水 這個圖要告訴你的意思 有這張圖要告訴你的意思 那麼從這樣你們看到一件事情 原來河水跟井水會怎樣 互相的溝通 所以也互相溝通 河水水面也是地下水的水面 它會互相溝通 河水多就來補充 地下水 地下水都要來補充 河水 所以已經好久沒有下雨了 三個月沒下雨了 可是河水還不見減少 因為可以有地下水來補充 所以地下水可以供應河水 供應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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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古人說 古人有一個句話說 井水不犯河水 用地科眼光看 這句話是 錯的 為什麼錯 為什麼錯 井水跟河水可以靠誰相攻 靠地下水相攻 所以古人說井水不犯河水 以地科眼光看 這句話是錯的 他們可以靠地下水相攻的 OK 所以這個主要告訴你 左邊 河水多 補充地下水 右邊 地下水多 補充河水 三個月沒下雨了 河水不見減少 因為旁邊掉水 對它補充 對它補充 OK